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美国针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任敬药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最大的城市阿尔伯克基 有很多利用泥土及干草混合建造的土砖房屋 为何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仍保留这种土屋风貌 下面我们就带大家去看看 看着这一座座的土屋 是不是仿佛自己走到黄土高原的一些小村落 其实它不是 这里是新墨西哥州的人口第一大城市阿尔伯克基 高科技发达 是全美国成长最快的城市之一 但特别的就是 这个蓬勃发展的城市 闪有摩天大楼 到处都是矮的 用泥土砌成的土砖房 也够是模仿土砖外观的建造 平的房顶 错落的层次 圆角的墙 木头横亮 穿出两边的墙壁 独特的土 给了这座城市不同的味道 土砖房屋建筑专家 威耳信 就是这样 在沙漠的地方 阿尔伯克基 是一个美国的材料 每个人都想选择 因为大厚的墙壁 它们和沙漠的气候很严重 它们将会安装冷却 或是会安装热 风 土 太阳 赋予了土砖房的生命 土砖的西班牙鱼 就是叫Adobe 美国西南地区的印第安人 打蟲是15世纪 就是用这些大型建房屋 1706年 西班牙人进驻之后 保留了这种建筑形式 并且在当中加入了西班牙的元素 位于阿尔伯克基 老城的姓费利佩 奈利教堂 始建于1793年 就是这种建筑的典型代表 土砖房厚实的墙壁 对于沙漠气候的 新墨西哥州来说 異常重要 在夏天晚上是将门打开 好达14至18英寸的墙壁 就能够保存凉爽的空气 而太阳出来之后 就将门关上 一整天都能够保持清凉 冬天即是相反 带大家来到一家制作土砖的工厂 牆主列文 带着大家就看看 如何来制作一块土砖 所以我们先开始从土砖 是Adobe的最重要的部分 它倒入入木工厂 然后水子倒入交流 排队 然后行业 搭配水 拌勺 建筑 然后将它攘像 一个大量量 然后在地面 往这些机析 經過太陽的烤曬 在盛夏大約十天到兩個星期左右就可以承認 產瓶承認的磚塊就是賣給顧客的最後一步 馬克是海林的弟弟已經與泥土打了交道三十多年 就是這樣對泥土的熱愛讓新墨西哥州成為一個土磚房的世界 一直致力於保護這種房屋的林頓 買下了建於十九世紀的三座土磚房 致力於將它恢復成為原來的樣子 買下來的房屋是這樣的 它最大限度就是將房屋恢復成為原來的模樣 土磚房不單是可以作為歷史貨的貨堂 更是阿爾帕克基普通居民真正生活的一部份 大家來到位於阿爾帕克基的近郊 艾倫以及喬伊斯的一家 一座挺立的高檔土磚房屋 藍天白雲之下 棺木伸托著樸實的泥土式房屋 顯得格外樸實清新 改造的土磚住宅比傳統住宅是採工更好 安靜冬暖夏涼是這類住宅的主要特點 屋內淡黃以及紫殼式配搭 土磚房屋的淡黃和普通公寓樓有什麼分別呢? 我不知不知道 我已經在過去40年居住了一個傳統房屋 土磚房屋的維修也是相當簡單 只要保持乾爽 以及在牆外塗上保護層 便能夠逆立幾百年不倒 其實在中國也有這類建築 專家告訴大家 中國最著名的建築萬里長城 其實就是以泥土為根基立建而成 就地取材、冬暖夏涼、什麼質殼、緊接著地氣的建築形式 定義了阿爾帕克基 甚至是整個新墨西哥州 大家下次來到阿爾帕克基的這座土城 可以住上一次的土磚房屋 說不定以後你也會成為土磚房屋的忠實粉絲 記者楊林、莫冠生 在美國新墨西哥州阿爾帕克基的報導 多謝收看美國在製作的美國傳訊 我是吳敬陽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